他这边的太阳呢是一会儿很大 一会儿就又进去了 在云朵里边 2023年初的2月 我们趁着云南咖啡产季结束前 来到了云南的宁尔县 让我想到的小时候钻玉米地 这里是宁尔哈尼族 一族少数民族自治县 云南省一县一夜的产业中 咖啡产业的代表就是宁尔县 这次形成的目的是浦夷乡 浦胜村 这个村子的咖啡产量和品质都非常高 今年我们会在当地采购咖啡 来开启我们的助农计划 这个咖啡火不火 好火 你们平时喝不喝 你怎么这么腼腆 我们这个咖啡产区是在一个姨江的旁边 对吧 它就是铁路到桥头 在这里的四天里我们参观了咖啡处理厂 在咖啡田体验了摘果子 采访了当地的农户 一起吃大锅饭给看农做咖啡 我们希望把这里的咖啡带给大家 上一次去云南是在三年前 那次我用镜头让大家了解到 咖啡在云南的种植处理及加工 也让很多没有听说过云南咖啡的人 也了解到了云南咖啡的基本的情况 那这次去云南呢 目的非常简单 就是为了去带货 助农 我们就会先从上海飞到昆明 再从昆明转到普尔那边 到了普尔的机场 空气非常好 师傅说我们那个咖啡产区是在一个姜的旁边 对吧 那个姜叫什么姜 这次宁尔行负责我们整个形成的是宁尔县的知名咖啡生豆交易平台宁小豆 他们对当地种植农户以及处理厂都非常熟悉 所以说每一站都是他们带路 产区路况对司机的要求也很高 就比如路上会经常遇到这种会车的情况 已经想到一句话 是时候考验真正的技术了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收咖啡的寨子了 我们等一下会去农户家里边他们种的咖啡田 去看一看田里边的一个收成的情况 这些咖农每天生活的村子 他们住的这个房子 你看这种瓦房 然后下边的这个半山腰里边住的都有人 我发现你们摘果子真的摘得很熟练很快 挑的很准只挑红果子来摘 你们通常就是摘果子的时候呢 是上午摘对吧 整天两天 哦一整天 嗯 整天 真的就是在这个咖啡这个地里边感觉 像让我想到的小时候钻玉米地去收玉米 做农活是没有那么多的乐趣的 因为是体力活 就是我在我视频里面也是说这个咖啡它就是农产品嘛 对不对 就是我也希望这个咱们能够一起做好这个农产品 突然沉没了 喝咖啡那些人 他们觉得咖啡这个东西是这个很小资的东西 其实它并不是很小资的东西 它就是农民用辛苦的双手来创造出来的一种很大众的饮料 对不对 真正的就是自己在地里边摘摘果子干了活了之后才知道 这个这件事情其实它是很朴实的 就摘这一小会儿我就觉得浑身冒汗 而且身上就是发黏黏黏的这种感觉 我们采摘了一上午的咖啡果 看上去很多 实际上每个咖农每天能采摘大约50公斤的咖啡咸果 但是50公斤左右的咖啡咸果处理完成了之后 就只剩下大约10公斤的咖啡米 我们平时叫咖啡豆 而在当地的农户家里 他们叫做咖啡米 我们再次驱车来到咖啡果加工厂 了解咖啡鲜果变成咖啡米的过程 刚进加工厂门口就见到了一个超级无敌巨可爱的狗子 它是不是没有见过镜头 你好 给你打个招呼 拜拜 哎呀你看它的小眼神 哎呀 你怎么这么腼腆呀 这个晚上要收吗 晚上进来一起盖起来 晚上盖起来就 我还是能听懂云南话的 改起来 啊 哈哈哈哈 我以为是 他说的改起来是云南话 你看那个晒得早 这个晒得晚 嗯 这才去了三天啊 那个晒了几天了 干的 五天了 然后你看像这种是晒了三天的 这边的你看它更干一些 它就是它是晒了五天的 晒晒的这个钢架床上边一边是日晒 一边是水洗 它的区别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对吧 这个当地的咖农要请我们吃一下他们平时吃的菜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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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处理厂的猪师傅 您姓猪对吧 是啊 就比如说每天能够处理的这些咖啡的果子是多少 二十顿果子处理咖啡都是四到五顿 就是每个人一天我听他们说是踩五十公斤 对 踩五十公斤还是真的是很多的 它不像是土豆踩五十公斤 就是早出晚归啊 为什么没有南卡隆啊 南卡隆是负责中国台道公路器上车 南卡隆走那个咖啡比较速度比较慢一点 所以你卡隆包负责摘摘下来 这是女卡隆摘果子摘得快 是这样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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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宁儿这块的咖啡真的越做越好 生意越来越兴隆 是啊 你希望你们都为我们咖啡 为我们欣赏 对肯定的肯定的 让我们也得到一些新的一种 激难的 对我们对真的是互相知 支持一起把这个行业做好 好 你是后面吃饭了 谢谢 我梦想着就是在哪一天能够有机会 在咖啡地里边做咖啡 给咖啡浓喝 今天终于实现了 好开心 这个咖啡苦不苦 好喝 好喝 你们平时喝不喝 平时不怎么喝对吧 平时不怎么喝对吧 不怎么喝 可以偶尔喝一喝 早出晚饭 你们早上都几点起 早上一半八顶到八顶半左右就开始去工作 就去地里了 然后 四五点 六点 六点 到六点以后 到六点以后 所以你们都来吃 都来吃到我们再吃 对对对 是这样 像这边做的好了之后 全中国的这些买咖啡豆的都会过来采购的 太浓的味道 这个咖啡豆它这个农产品跟我们 我是河南的 然后跟我们河南老家种的这些麦子玉米还不一样 那些都是机械化收成的嘛 像咖啡豆它又不能机械化收成 像你们只能跑到山里边 我们只能用导玉 对啊 都只一颗一颗摘下来嘛 所以说像咖啡豆这个农产品 它确实是 比别的农产品还更难收成 也更难涨 村子里边有多少户人啊 一百 一百 就是一百来户对吧 年轻人都外去了 都进城了 都进城了 这就是老 Elena so 你等会你别去点干河 你不要干涉 咱们一起加油 把云南咖啡做的更好一些 来来来来 来来好乾咖啡 一口干咖啡酒 吻 吻兰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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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处理厂的大哥诚恳地握着我的手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我们已经和这片土地结下了某种缘分 我们也打算在每年的产季都会回来看看 看看我们合作咖啡地的地貌 卡农的生活有没有变得更好 有没有更开心 还有就是顺便再来吃一吃咖啡农们的家常菜 非常感谢你们能够看到这里 希望大家支持宁儿的咖啡 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新品 颠山牛子 我们已经上架到了我们的淘宝店铺 它凝结了很多人的辛苦的劳动 我相信不会让你们失望 希望大家支持宁儿的咖啡 大家一起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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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在买吧啊 好 你吃了一碗 好 好 拜拜